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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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加上积极 对我来说就是 即原本是会 现在就变成会积极 积极运用 对我来说 加上这两个字真的不积极 很简单 我觉得有些年车用的例子最好 老闆叫你做 做了一件事 你应该回答做 如果你回答什么 你回答进做 做和进做 你就会感觉到哪些是真的做 我进做 我没有说真的做到 你会积极 我会积极 没有说是会 这个说话后面的含义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不是在说那个结果 我是在说我主观努力 即是我很主观努力 但是整个城市 但是下官怀疾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令我做到 你一听到有这些争拗 其实你已经知道这件事是什么 这件事就是说 大家 特别是 譬如说有这个积极这个字 原本就是民主党那边出来的 你确定是否 但是你一听到这个说话 就是好像缩沙 说回整个故事 首先我看不起这句话 他说如果35%才否决裁 也很消极 如果没有35% 原来也可以打自由球 那我投赞成 因为35%才要否决 其实是什么 无条件地否决 无条件地坦汶政府 无条件地攬炒 这个才叫共同政綱 你现在在做的事情 我和你都不相信会发生的 就是35% 说到最尊重 大家有共同政綱是什么 你都算进去 你不做我出的你奖 但是起码 如果35%才做一件事 其实在我们的角度 就是等于不做 因为我也不相信会有35% 好了 我要说回整个故事 其实最初为什么会有这句话 当然就是有些激进的政党 其实也不是很激进 你贴得泛民 叫做比较激进的 泛民的组织 或者素人 他就觉得 我们如果叫别人一起投一个初选名单 那我们也要有一些共同政綱 才代表我们同一阵线 所谓会积极运用 这个否决权利 否决财政预算案 以我所知 我不肯定 但是以我所知 就是戴耀廷想出来的 为什么不是会 而是会积极运用 就是因为戴耀廷一早已经看穿了很多温和泛民 其实都是上属的 他用了会积极 就可以给你个位置转 这些就是重量不重质 我不管 我先集中所有人 之后你们才慢慢 全结大多数 去到新冬协调的时候 当中有个区议员 就是周嘉诚 他觉得不妥 应该会就会 怎会积极会 他就说不可以用积极会 他就提出要削除了这两个字 其实民主党在这个协调会议 就没有出声 另外出声 我叫你 好像民主的大佬都不在 是的 林卓廷不在 这个是很合理的 因为很多立法会员都觉得 这些这样的 鸡毛蒜皮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 这样的东西 或者他们心里想 喂 难道你不选我 我是不是都会选我的 谈这些东西有什么重要性 可能他是这样想 那两个民主党的代表 一个叫陈旭明 另一个都不记得叫什么 总之都是林卓廷 他是李永诚 不是 李永诚就退出了民主党 那他其实最保守的 就觉得不应该要有 因为他就说 要保留一个弹性 对 保留一个弹性 对 但他就不是民主党的 客观说 但谁知道去投票的时候 民主党两个就投反对票 那他们的理由就是 我们要五区都要共同 都是用积极的话 那才是似是团结一致的 那没有理由 只是我们那些区没有积极 其实是强词奪理 如果是这样 应该五区协调 大家一起谈 为何要分开每一区谈 就是每一区 要你自己判断 现在我也觉得奇怪 为何要每一区谈 现在新东表决了 就删除这两个字 民主党因为少数 那他不情不远都要删除 但其他四区的会计 仍然存在 第二是什么呢 就是 你现在才发觉 原来共同政綱 是要每一区谈 有些区是未谈过的 譬如新西 他已经说明了 我第二轮会议 不会谈这件事 但问题是 譬如新西都未知哪些人会进来 其实已经知道了 因为现在初步协调的机制 所有有意参选的人 已经进去 反而是已经觉得 没有胜算 或者没有资源去选的人 已经开始退出 那么新西 其实你都估到 工党 梁耀忠 尹兆坚 就是一些奥斯坤 是的 再加几个 可能是朱凱迪 但我不明白 譬如说 你搞西日王碧环 你跟着有梁耀忠 跟着有些 打得很闷 这个是很离谱 我觉得已经不是说 我们觉得已经没有新意的问题 为什么要有一个初选名单 由头到尾 他们的想法就是 我们要团结所有的立法会议员 进去议会抗争 如果不是团结 不用35% 你觉得35%可以做到一件事 威胁到政府才要做的 但是如果你不团结的话 就有人戒票 互相抵消 是的 现在他们的说法是什么 他们说 如果你不投我们初选建议的名单 你就是鬼 你就是抑制建制派 这个也是相信 譬如城寨、劉世良那些会说 一定要搞初选 一定要搞初选 因为搞初选之后 出了那个名单 名单以外 一定是鬼 一定是鬼 一定是戒票 我说这件事我接不接受 如果你能说这件事 即是说这个初选名单里面的人 是全部都应该我们信得过的人 那你应该在初选的协调里面 就篩走一些不可以信任的人 但是正如刚才台长所说 九西竟然可以有黄碧云放在初选协调 你别说竟然 其实黄碧云 其实都知道 其实我们就不会再在黄碧云这个问题上去糾纏 因为我觉得责任已经交给35% 就没有这个需要 但是问题是 你对选民就很苛刻 你说不可以投其他人 你投了初选名单 你就是鬼 你就是贏了共产党 你就是帮了建制派 甚至我告诉你 不单止这么简单 到时他又会搞新雷洞出来 你不单止要投初选名单里面 甚至一定要 要跟逐雷洞 跟逐建议去做 你不投黄碧云 假设黄碧云告骨 你不投黄碧云 你就浪费了你的票 你就令到建制派当選 将来做不到35% 就不是他们的错 是你们的错 是选民的错 你对选民这么苛刻 但是你的初选名单 就这么宽松 现在我已经听到 那些人说了 为什么会有黄碧云 民意是这样的 有些温和淺蓝票 他真的有票 你有所形象 那就要给他 如果要看民意的话 那我为什么要初选呢 我觉得那个民意高 我就投那个 因为两样东西是不同的东西 民意是说哪个会赢 但是我们在说 那个进入到去 那是会做我们想做的 是两样不同的东西 但那个大前提就是 你现在整个初选名单 拖走所有你不喜欢的人 那个大前提就是 你令我接受这个初选名单 是有他的意义 而这个意义就是 这些人进入去 是会全力抗争 是的 你一方面就跟我说 你一定要在这个名单里 跟随指示投票 另外一方面 你对于哪些人 可以进入到这个名单的人 就可以完全是放任态度 喂 这个党说要 那就让他进入了 你刚才也举一个例子 在这个初选名单里 就是 他是支持积极地 否决这个 积极地 积极地 運用这个权力去否决 但在名单以外 可能出现另一个人就是 是必定反 必定反 即是否决这个 是的 不是 我最简单都说 好一日后 就是这个立法会选举 好了 黄碧云告急 喂 差一点就选到他进去 好了 另外有个立法会的候选人 就说 喂 我进去一定是会 运用这个法会拳 否决财政业数 但黄碧云没有征程 那我究竟应该投黄碧云 还是投这个人 喂 根据你的逻辑 我就一定要投黄碧云 喂 那是很离谱 我现在告诉你 他如何反驳 第一件事他就说 你可以用初选的方法 篩走他 那你篩走他就可以 喂 那有什么理由 是我们用我们的方法 篩走 应该是你们这个泛民大台 一早要篩走他 你应该有个filter 隔渣的 是的 你一开始已经隔走那些 信不过的人 或者曾经出卖过香港人的人 好了 第二个说法是什么呢 就是他也有民意 他进去 不是 他进去你可以再监察他 喂 有个网友跟我说的 我觉得非常好这个例子 记不记得当日1994年 这个刘慧卿 喂 我们不是没试过 没有机会拿真普选的 那时候我们泛民 当然他们建制派很多人走了 是过半的 刘慧卿是提出了一个60席的选择 那结果怎样 结果就是李华明 王伟賢和狄志愿 突然间倒戈 他们是泛民来的 但他们投了棄拳票 结果香港人就没有了真普选 之前不是没试过的 甚至是这样 他这个可以这样 那个人就是 到入了之后缩沙 跟着他辞职 他就行了 是 就是汤家驊 就变了汤家驊 跟着他转向他的阵营 你不要妄想 那些人经常说 我们选了进去再去监察他 选了进去就监察不到 等于台长说 选了进去你怎么去监察他 永远每一个选民 可以监察到候选人的唯一机会 就是投票那一刻 如果你投票那一刻 都逼我们放弃我们的监察权 你就不要跟我说 进去再慢慢监察他 我更加独立的 你搞定政光之后 选了就是另一回事 选了就是另一回事 我天真地 我起码都整个政光 有个政光 有没有政光是不重要的 你给你有无穷的利友 又或者是死亡的恐吓 那哪些人会站得稳 哪些人站不稳 你不会保证到三个人站得稳 所以我都说再极端一点 我现在想一想 我建制派有什么所谓 让你赢足三五席 就让你香港人死心 我就在里面会展报 我在里面就会收买那些人 让他们到时堵戈 但是我起码在门面上 你不要这么欲酸 戴耀廷 你怎么会被黄碧云这些人进去的 所以我现在告诉你 就好像刚才台长过的 正傻 正傻 我这个是特意挑衅你们的 我就告诉你 黄碧云现在成为 这个九西的民主党代表 你们就借了 你真的没法反驳 你到处抓这个是鬼 那个是鬼 你放着鬼在初选名单上 然后还要跟我说 你们去西走它 不关我们大台事 那你有什么资格说 谁是鬼 还有一个 好像有些少少新的变化 功能组别里面 也有一些禁涌 就是叶建源 好像在教育局界 也有人挑战他 有人在想挑战他 我因为都比较熟教育界 我不相信这些东西 我也是台湾 从来这个教育界 都是被教协垄断的 那你说会不会有人追到 但我想问为什么 为什么会被教育 因为问题就是惯性修事 第一件事就是 你教协历史太悠久了 你不可以有一个新的组织 是可以跟他一样根基 试过 但不怎么 第二件事就是 你不要以为教师很进步 我经常说 教协现在的网站 又卖美心肿 你经常说什么黄色经济圈 你没有监察过教协超级市场 又卖中移档 又卖东海堂 又卖美心 根本就是一个 浅蓝的超级市场 那这些人又怎么会 去帮你拼命 去争取民主呢 你说叶建源 会不会被人取代 前一届 其实奉伟华就是被叶建源取代了 那时候我们经常都觉得 奉伟华可能有些丑闻被中联办拿了 才无端端换人 换人是会的 但你说那个人是什么人 都一定是教协那些老死不阴点出来的 最经典的 上一届我还记得 有些韩年山的人说 我们要搞一个反动员 我们要质疑 究竟教协的候选人是否记得硬 搞搞下一个晋思文 就被教协拆了 当然拆了他的原因有很多 包括教协其实是一个很封闭的组织 他们要选的干事会 是要45个人一起去参加 那就是 当年华叔 反渗透的措施 结果就变成了一个维稳措施 但真真正正的重点就是 这班人你其实是不可以当他们是民主派的 叶建源可以赞成林郑智姐的动议 你都知道 其实都是一个利益团体 又是讲回我们第一节讲的 只要是功能组别 是没有办法不腐化 因为那个职业的利益的划分太明显了 地区直选不会的 九龙西龙九龙东的地区直选的利益划分 没有那么明显 但一去到功能组别 你没得说 一定是变成建制派 但是现在以你认知的普遍教师对当前的问题 有没有少少感受到政治压力 因为譬如有些教师现在都被教育局警告 那当然会 因为我比较 因为我不熟悉这行 但如果作为一个行为 我观察就是 你这样搞下去 教书这份都是高危职业 看你怎么看 因为始终又有另一个看法 就是因为 现在你要解僱一个老师是很难的 所以 其实有些老师是不害怕的 因为他们是凝固的 你害怕的就是合约的 因为他不需要解僱你 他和你续约就已经可以了 但是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 你是一个教师 你是很难不保守的 你肯定有一个房子 或者你起码存了一堆资产 你又有长逢 你退休才拿齊 你早走就拿不齊 你又有老婆仔 那么你这么多东西托着 你怎样去下街 这个是不是你的心思 不是 我是在说 已经是养专处业 所以我经常说是很讽刺的 最刺激的老师 通常都是没有居住的合约 就是最危险的 最危险的那些 如果你有去留意 那个是很离谱的 就是那个教科书讲的东西 其实就是很细碎的 你问我 我说了一点 因为我闹过一下 我想你在说的是 那个鸦片战争的问题 但是他的引述就是 一位歷史学家 英国的歷史学家 Jonathan Spence 就是施敬千 但问题斯英千 不是这个鸦片战争的专家 是写这个通史 他写了一些 百多二百年 他又写过关于 曹雪琴家族的历史 又写过章袋 他写了很多东西 但是他不是这个鸦片战争的通史 他教三乘三等于十 那当然错得很离谱 你当然会被人网上声讨 会骂他 但是你会不会搞到 那些什么教联会 那些什么爱国团体 連李子敬 民建联 全部出来拍片 有没有搞错 你三乘三 说别人等于十 你这个老师是专业懂得的 不会的 只有历史才会是这样的 但是他们也不够功力 即是他们讲到这个问题 他们不知道一样东西 就是中国在这个三十年代 那时候很著名的历史学家 蔣廷虎 他就说到现在他在评论那段 是的 因为蔣廷虎现在可能一些人不太熟 但是在那个年代 他是第一个做在这个 家面战争之后 满清是怎样去重组他 和外国的关系 所以他有一本书叫《囚办而无始末》 就是讲这些问题 他完全是讲到在 现在你评论那段 教育科书的资料里面 所以他们有两个问题错了 其他就是说 喂 这里是一个鬼佬 我们不应该用他这个 那没问题 但问题就是 施京千里是一个相当之 受尊重的历史学家 第二样东西 里面所讲的东西 在中国的历史学家里面也有 不过他们不熟这一行 所以说到 你说鬼佬不能讲 那中国人不能讲 那我便装着粉灵虎给你 那当然这些后面 就是这些很肉酸很厉害的政治操作 但是我都要说 那些建制派死 都说到当日曾任权 最伟大的功绩就是 死都不肯被中市必修 那就是结果现在中市的影响力很小 你说这些是没用的 就算那些人现在很爱国爱临 所以没有学生有兴致 没有人想知道 不过大家记住一样东西 没有铁片子 真的没有香港 没有香港 我觉得讲整个铁片子 最重要的是这件事 没有铁片子 没有香港 不用奸我们今天 过来这么严慌 那就是变了心疾 今天就是 我们讲得很开心 再做一次吧 还有一个就是 美国中美关系 美国中美关系 好